今年2月王立军寻求美国政治庇护事件 发展至今雪球越滚越大 不但引发薄熙来倒台 腐败迫害等黑资料大量曝光 现在中共高层更将矛头指向的企图叛变的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江系血债派 将近实力在18大前明显走向溃散 法轮功人全律师朱婉琪表示 在镇压法轮功的权力中心所在地 启动北京大省 法办江罗刘舟可得明星批明月 并且获得国际支持 法办周永康的呼声日增 多个标语条幅出现在大陆东北 要求就办这位江系血债派的主凶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认为 启动北京大省的历史时刻已到 呼吁在中国首都北京 法办血债派江泽民周永康的元凶 必须在这个中南海国家机器发布和行使指挥执行 这13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所在的最重要的地方 来审判这些血债派 中共血债派中的元凶 江泽民周永康罗干 刘金与薄熙来因为发起病严重迫害法轮功 在世界多国被控告群体灭绝罪 酷刑罪与反人类罪 朱婉琪说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就办元凶 排山倒海的民怨势必而来 贪腐侧辩甚至活灾器官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犯 国际行使法的大罪证都陆续的让国际社会 和中国民众知道之后 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如果再不去公开的就办 依法就办的话是无法给人民做交代的 所有重要的国际人权组织 手上都握有今天中共血债派 迫害法轮功13年的这些罪行跟罪证 所以换句话讲 现在要法办周永康江泽民 还有这个薄熙来刘金等人 目前在国际上来讲也是最正当不过的 从国内得明心 以及获得国际支持的角度 朱婉琪认为 中国要迈向新局 必先要平反 法办及解体中共 目前想要就法办的领导人 去真正的平反好人 法办坏人 然后把这个最邪恶的 残暴的中共政权给解体 平反 法办 解体中共 中国百度与四大微博 一度解禁火灾器官等关键词 消息人士还指 温家宝已经提出 平反法轮功的主张 对于中共13年来 后进国家财力的迫害镇压 朱婉琪说 北京大省主角应该是中国人自己 这是对于中国现代史最好的交代 邢陶人亚瑟电视 陈金娇陈珍 台湾台北报导 状态了 正斗 感谢观看